主料,成分100克,玉米淀粉30克,肉馅300克,辅量,盐,葱花,竹炭粉,食用油,黄豆浆两勺,牛肉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原料,肉馅加入鲜和黄豆浆,搭洗大牛肉粉,葱花泥,充分搅拌均匀,尝一下味道如果觉得甜可以放少量食盐调味。 将成分和淀粉放在内,加盐时刻拌匀,冲入开水,边冲边用木盆搅拌,搅匀加盖,焖5分钟左右,取出放在案板上揉擦均匀,制衣粉加入猪炭粉,沾手的话可以加点猪油或食用油揉匀,全部搓成形状不规则的长条,形状越难看越好,全部合在一起拧成一条。 下剂则,擀成后搏均匀的皮,包上馅料,上锅蒸10分钟左右,烹饪技巧,一和面的水要烫,开水烫面,倒水速度要慢,每个地方都烫到,二级擀鸡包,不然皮盖了就容易裂,暂时用不到的皮全部盖起来。 三级包即蒸,蒸钱在蒸笼上涂上衣层油,即可打大降低破损率。 四出锅时,用手轻轻拎起,用筷子要小心,很容易就碰破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